本期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数字后面十个零是多少吗 按照国际标准三个都好 十个零也就是一百亿 有谁没有梦想过成为有钱人 和大多数人一样 像如意岛这样的地方 每天有数十万人为了成为有钱人而奔走 而真正能够成功的又会有几个呢 股市是现如今社会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世界的金钱汇聚于此 是最具有流动性的市场 有人因为股票发家致富 也有人因此而破产跳楼 股票是美梦也是噩梦 证券交易所作为中介起到关键作用 连接投资者和交易人 股票经纪人便负责将客户的钱买到正确的股票 从客户的交易中赚取回扣的职业 月工资虽然只有三百万韩元 但奖金没有上限 做得好交易量大奖金就越多 很有可能接到大单让自己飞黄腾达 刚刚大学毕业的周一贤经过层层面试 终于拿到韩国顶级证券公司的offer 出入职场大激情刺激活力满满 妄想着闯出一番大事业 公司在开工之前 领导会演讲激励打架 拿出热情奋战一天 股市由早上9点开始 下午3点准时下班 在工作的6个小时期间 他们需要不停地和客户打电话 听从客户的安排 买进或者卖出股票 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 作为股票经纪人 他们没有权利干涉客户的想法 也不会多问客户投资的缘由 客户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工作结束之后 根据每个人交易量 做出排名激发工作的干紧 如果没有客户 股票经纪人将是一个废人 像赵一贤这样的新人 上班期间除了发贷 就是没有事情可做 不过下班后 同事会带着他学习 如何拉拢客户 包括接触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 请他们大吃大喝 获取重要情报 赵一贤还傻傻地在一旁 用笔做记录 可他记录的速度 根本跟不上说的语速 于是买了录音打火机 可以随时记录 晚上回家做汇总整理 为了赚钱 他拼尽了权力 讨好客户当小弟 无所不能 为了应酬 还喝得零丁大醉 然而业绩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更可惜的是 好友金有胜也在同一家公司 两个人从小长大 关系非常的要好 赵一贤出身农民家庭 富贸是靠卖水果供他上的大学 而好友出自富豪家庭 老爸是大型企业的董事长 出生便含金汤勺 两人同时进入证券公司 赵一贤默无为 好友已经游刃有余 成为公司领导看好的心形 由于穷性格上 赵一贤生性自卑 好友从小私信满满 在美女面前夸夸起谈 但好友从未瞧不起赵一贤 时常会帮助销售叔叔家的水果 作为穷大的孩子 赵一贤因为老爸卖出一200箱水果 高兴好酒 而这只不过是好友老爸公司 免费发发的礼品而已 虽然等级差距大 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关系 赵一贤能够进入证券公司 得益于强大的记忆力 能够将所有股票代码倒背如流 本应该最拿手的东西 却被一个电话给打破 客户突然打电话 告知要两万股怎么样 短短几秒 赵一贤根本就没有听到 要买进还是卖出 即便到录音处调出录音 反复听了很多次 可还是搞不清楚具体之事 于是乎 他根据自己的职业判断 果断买进了两万股 只要得益交易成功第一单时 客户打电话 把他臭骂了一顿 说他要卖出 他却买进 连组长都被上级教训 他的事务导致客户损失 四千到五千万韩元 这些都要从他们组 下个月业绩扣除 新库分战了十个月 钱没有赚到 还坑了同事 看着眼前的好友和领导 喝得不亦乐乎 他的内心更加的煎熬 当着众人面耍起了酒疯 躺在地上嚎啕大哭 他的不甘心被同事老刘看在眼里 聚会结束后 邀请他一起按摩 他谈到有机会 让他赚更多钱的路子 目前需要新的人手 老刘看到赵一贤充满干警 是一个不服输的最佳人选 江湖中有个名为号码牌的人物 关于他的传闻非常多 游泽在股票大额交易当中 作为幕后掌控局面 历史上多个大型事件都和他有关系 可谓是业界的传奇人物 他能够看到股票中的微妙变化 从而做出果断出击 赚取暴力 做事很严谨 很少有人见过他 他的行为大多数都触犯了法律条规 不过不用担心 每次做事都不会留下证据 老刘和他合同过很多次 第一次可做就赚了8亿韩元 现入进的豪宅 豪车都是号码牌给的 目前他们正在物色新人 如果赵一贤有兴趣 便约个地方见面 四所再三 他决定尝试一下 在一家咖啡馆等了很久 接到莫名电话 要求来到大楼楼顶见面 行踪真密 一看就是大人物 号码牌终于现出真神 没有多余的问候 直接让他过两天做期货交易 给了他一部私密电话 到时候按照指示操作 第一次交易的金额 便达到500亿韩元 赵一贤预计会得到5个亿 使他目前工资250倍 巨大的利益诱惑 他心动了 对着屏幕 待在数着数位 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电话另一头神秘人告诉他 等一下会有期货13000股出售 要求他买下8000股 这令赵一贤很是困惑 正常情况下 期货不会超过100个 突然出现1万个 不符合规定 令他没有想到事情确实发生 有人故意放出13000股 按照指示 赵一贤疯狂的买进 直到8000股结束 花费了500多个亿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第二天 某地银行大量低价炮售货物 直接引起股市的大动荡 赵一贤买下的股票暴涨 专手卖出去赚了不少钱 分成下来 他拿到7个亿 开心到嘴都合不上 他们的交易处于违法行为 赵一贤的钱不能马上到国内银行 在国外巴哈马用3万美金 开一个库头 虽然贵点但是很安全 不会被查到 号码派提醒他 尽量不要大额消费 不然很容易引起监管部门调查 可是毕竟没有建过这么多钱 很快他便购置了豪宅 请女朋友到高级餐厅消费 穷人暴富后的症状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并不知道监管部门已经盯上了他 金融检查院的韩志哲找上门 早在交易当天 他就已经发现交易的猫腻 但号码派做事非常的严谨 整个局都是他设计的 故意找到公司内部人员 让他放出公司的一万三千股出售 事情结束 他已经离开了韩国 韩志哲根本就查不到他 下金单客户是找的流浪汉警惕 假身份假地址全都是假象 韩志哲调查一圈都无果 只能从最下线的交易员赵一贤入手 他的手上没有证据 只是吓唬 号码派告诉赵一贤 让他不要担心 他做事从来不会留证据 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失过手 本次交易完成的很好 下次会做城市交易 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人买不同的股票 而且是同时进行的 客户会通过网络联系他 预计订单金额超过7000亿 赵一贤可以得到12亿的报酬 其中很多客户原来都是老理由的 现在要绕开他 由赵一贤独自执行 他们这次要通过不同的客户 将钱大量投入市场 引起动荡 吸引其他客户跟风投资 而赵一贤投入的钱很可能是虚假的 并没有真实的买卖 类似于某平台刷量操作 正常人买物品基本上都会买销量高的 这其中的真实销量有很多都是刷出来的 为的就是吸引其他人关注购买 让客户产生假意识 认为店铺很优秀 其实货品质量谁买谁知道 也因为此番操作 赵一贤身价翻倍 银行账户的钱都倒数不清楚 有钱之后 他一该往日的含蓄 在夜店里面请好友大吃大喝 还主动和妹子打招呼 自信程度碾压了富二代好友 开心的玩过 屁颠地跑回家 门还没有进 便遇到寒吃者 他警告赵一贤 做违法的事情要付出代价的 并交给他一些照片 那是赵一贤找号码牌的酒馆 被偷拍的还有几个陌生人 情况之下 他立马找到号码牌 得到的回答依旧是不要担心 让他出去旅游 顺便捡捡自己的钱 假接度假的借口 他来到巴哈马银行 让工作人员拿出整整141万美元现金 然后只拿走了两打钞票 开心的游走在海滩巡逻 这期间他皆是一位海外朋友亨利 巧的是两个人都是做股票的 两人开心的玩牌 开心的玩滑亭 嚣杂得很 等他再回到公司 管理部门已经开始介入 因为上次金额巨大 所有文件和通讯记录都被调走 高层单独约见周一贤审问 面对提问 他回答得很坦然 作为股票经纪人 基本工作就是按照客户要求做事 至于为什么他没有权利过问 总之他只是个听错安排的人 犯罪违法的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他拒绝配合调查 令监管部门挖得更深 公司人员私人聊天记录 基本都被曝光 老刘搞小三的事情 也被媳妇知道 挺着大肚子到公司大闹一场 经过这么一折腾 老刘被领导训斥 将他开除 手上的客户交给赵一贤 当初是老刘带赵一贤发财 如今自己混得啥也不是 内心的仇恨感悠然而生 他带着愤怒离开了公司 挖出来消息不止如此 美女诗人的聊天记录被全面曝光 他和所有客户都睡过 关系迷乱 令人汤姆结熟 不过赵一贤就喜欢这样的 开着豪车邀请他共进晚餐 几杯红酒下去 身体不受控制 两人从同事发展成为情侣 之前的女友也被甩在一边 事业飞黄腾达 又有美女相伴 连曾经的新兴好友都羡慕不已 真正的从抽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这在梦想上走向人生巅峰的他 晚上意外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要求和他见面 不过被拒绝了 第二天看新闻才发现 昨晚的神秘人跳江自杀 警方在手机最后童话记录发现了赵一贤 但他根本就不认识死者 也不知道为什么打电话 韩志哲专程找到赵一贤 告诉他死者本来是要和他见面的 答应好交出号码牌的秘密 然而却突然离奇死亡 如果赵一贤不合作 很有可能也会落死下场 赵一贤突然意识到 死者曾经也出现在号码牌的酒馆 还有其他几个人 他也不是很认识 其中一个名为嫖娼酒 他和老六的关系很好 跳江的人他也认识 他们都是为号码牌工作的 曾经的合伙人死亡 他很担心自己也会离奇消失 老六认为想活下去 必须干掉号码牌才行 和韩志哲合作一起抓住他 和他们三个人刚刚会面 调娼酒便突然从高空坠落 正好落在赵一贤的面前 他被眼前的一幕彻底吓呆 赚钱什么的想法立马消失不见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加重要 走在大街上都心惊胆战 恐怕号码牌找人暗杀自己 可是上船容易下船难 对于好友的劝告 他置之不离 还臭骂了好友一番 发展到如此的一步 他很想知道 号码牌已经赚了足够多的钱 就算十辈子也花不完 为什么还要做违法的事情呢 号码牌的回答非常单纯 纯粹是为了好玩 赚钱是次要的 其中的乐趣才是最为重要的 号码牌把这当作成游戏 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下一次的任务是做空 就是在股票暴跌的时候大量收购 等凤平浪静 股票恢复便会赚钱 关键点在于如何让股票暴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号码牌找人放火烧着这家公司的仓库 媒体大篇幅报道 股票自然会掉 趁此机会 这家公司的股票被号码牌买光 转手机能赚200亿 事后这家公司也会倒闭 不得不承认号码牌做事狠心 老刘也难逃厄运 被搞成残疾 躺在床上昏迷不行 号码牌还特意邀请赵一贤参观 令他心生胆怯 不要有叛变的想法 其实号码牌不吓唬他 赵一贤也怕得要死 但是下次的任务令他很是犹豫 要做空调好友父亲的余胜公司 前提过错已经做好 好友父亲突然离世 80%的可能性是号码牌做的 好友父亲的死导致股票下跌 号码牌命令赵一贤买下所有的股票 一共要花费300亿 但赵一贤不想坑害好友 他决定为自己的行为做救赎物 找到好友重新补局 赵一贤把所有的股票低价买下来 会引起股票短时间的上升 然后再全部卖给好友 好友父亲的公司还是原来的公司 只是突然注入300亿资金 直接导致股票上升 公司被击活 他也算暴打了对于好友的亏欠 号码牌不担心金钱的亏损 他不能允许失败的出现 而且还是被人摆了一刀 他很生气约见了赵一贤 发誓要让他生不如死 在人群流动的车站中 杀手捅了他一刀之后消失 就在号码牌要逃跑时 韩志哲及时出现抓捕了他 赵一贤和他合作套路了号码牌 之前所有会面的谈话 赵一贤全部都录了下来 现在人赃俱火 号码牌在所难逃 面对被抓 他一点都不担心 很有可能大人物在背后保他 而赵一贤没有任何背景 趁着人多选择了逃跑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篇作为一部商业电影 拍得很紧张刺激 非常具有代入感 演员的强大演技令人折服 是非常折得细看的佳作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